服務又陳 民眾黨台北市議員 陳佑陳成立席服務處 要尋求連任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和大選搭到吳欣林 同台獻宣 港內兩位大眾 黃世珊和黃國昌也沒缺席 我每次選舉應該票數都還是 可以當選到兩席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增加更多席次 我會跟四位現任的議員 做聯合服務處 那我們自己也會在 沒有議員的選區設立我們 立法院跟台北市黨部的聯合服務處 黃先生選佔責任區 坐在台北市 這番談話等於是呼應黨內N加1 但這項提名策略被藍引很酸 連N都沒有哪來的加1 讓柯文哲尷尬整仗 對啦 我們這個 目前我們全團加起來 總共15位議員 其實這連N都沒有 N少 但是這樣 這是我們小草精神 先有建立人才庫 這大選舉 2026再講吧 不應該是讓N加1成為 兩人三角的遊戲 是不是會回頭半導自己 所以這也要務必要小心 陳佑誠提醒別忘了過去的失誤 不過現階段民眾黨更擔心 是如何讓下滑的網路聲量 重振旗鼓 傳出往三個方向進行 除了將在民眾之聲YT上 安排新單元外 柯文哲也可能打造 類似北市府時期的節目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談國政議題 臉書改走精緻 量少化的專職黨主席格局 選舉完以後 這是一個叫reset 重新開始的一個時機 很多東西都還在規劃 反正到時候出來 再跟大家報告 重新調整再出發 柯文哲繼續灌溉搜草 紳士寶溫再戰2028 美水雷水裡 韓恩首組 台北報告